你們好,我是Uncle Ray 今天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給點支持我 請訂閱、讚好或分享給朋友 還有,記得不要忘記要按鈴鐺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留言給我 今次我和大家示範的是簡單系列的麻婆豆腐 在未開始之前,我希望大家幫幫忙訂閱這個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按下小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有些朋友看完我的頻道說 你的東西這麼難做,怎麼做 有這麼多醬料,也不要簡單一點 今次我就簡單一點做麻婆豆腐 相傳麻婆豆腐,在清朝的時候 由一個滿面豆皮的阿婆發明 除了因為這樣而命名之外 另外一樣東西,它就是用到花椒油 串椒和花椒吃下去,會有些麻辣的味道 不適合廣東人或香港人吃 所以我今次做的麻婆豆腐版本 是比較港式,沒有那麼辣,帶點甜 在北美,豆腐有分不同的硬度 有分軟豆腐,中硬豆腐和硬豆腐 豆腐方面,你自己喜歡用哪隻就哪隻 但是我建議用的是中硬豆腐 或者軟豆腐去做 如果你未做過麻婆豆腐的話 我建議你用中硬豆腐去做 因為這樣容易控制,不會那麼容易散開 如果你在市場買的豆腐,裡面一定有些水分 倒了包裝裡面的水,然後拿豆腐出來 把豆腐拿出來之後,打橫切兩刀,然後幫它切粒 切粒的大小大約是1.5cm到2cm左右 尤其是如果你選用軟豆腐 豆腐寧願切大一點,好過切小一點 切完豆腐,放在一邊備用 我那天家裡剛剛沒有紅蔥頭 那我就用薑和蒜代替香料味 我的麻婆豆腐基本上是沒什麼辣的 所以我加少許薑下去,調一調味 薑和蒜,切細粒備用 蔥洗乾淨之後,切粒備用 在煮水裡加點鹽,然後煮滾 到時一起煮豆腐的時候,有些鹽,豆腐就有些味道 當水剛剛開始煮滾的時候,我就放些豆腐下去 滾起了,撈起它,瀝乾少許水分 我小時候也有煮過麻婆豆腐 但是我發現,越煮越多水出來 後來我發現,原來豆腐沒有滾過水 是會有很多水出來的 前期中敷就完成了 現在可以煮麻婆豆腐 首先會爆香些薑蒜 然後轉小火 加兩匙豆瓣醬和蠔油,先爆香 其實我自己專注於煮西菜和日本菜 中菜方面,我也是跟媽媽學 以前媽媽怎樣煮,我就怎樣煮 所以我也是煮一些簡單的家常菜 當你發現,醬料香味開始滲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些豬肉下去 豬肉下鑊之後,就要剷碎它,不要黏一塊塊 當豬肉炒到半熟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加些豆腐下去 下豆腐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你下的是軟豆腐 不要像我這樣扔下去 下豆腐之後,加少量的水粉 因為豆腐很容易爛的 所以千萬不要繞它 我只是慢慢推它 推開醬料,讓味道和豆腐混合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加糖 加少許醬油 加完糖和醬油之後,我們試一試味 看看還夠不夠味 不夠的話,再量量加多些 味道沒問題,就加入粟粉餡漿 將醬汁煮稠 這個麻婆豆腐差不多完成了 因為我煮的是香港人的口味 所以我不會加花椒油 到最後,我加少許芝麻油 帶出香氣便完成了 上碟之後,加少許蔥花下去便完成了 這裡這麼簡單的港式麻婆豆腐便完成了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呢? 不如今個禮拜試煮一下這道菜吧 我是Uncle Ray,希望你喜歡今天的食譜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訂閱,讚,或者分享給朋友 如果你按一下小鈴鐺,便會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多謝大家,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我們可以看到